就是一個英文寫得很漂亮 他跑去聽那個歌 他從省學費 他大學退學 不讀 他去房間拿課 後來他的蘋果的字體是比那個Microsoft漂亮 知道嗎 他是用那個藝術 他留下音樂嘛 那樣東西 那 他是這樣玩他的東西 然後 他開始在跟比爾蓋茲拼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 兩個人都很拼 因為知道要趕快搶那個市場 所以很努力 那 他跟他同居的女朋友五年 女朋友一年跟賈國師說 我懷孕了 賈國師沒有高興 賈國師大怒 說那你懷孕我怎麼辦 我現在在起步 我哪有錢 又餓這個兒子 又餓這個兒子 所以 賈國師馬上就 跑掉 不要這個女朋友 結果女朋友就自己把這個孩子生下來 然後就跟華外要求說 這是他的孩子 他需要付讚揚會 賈國師說他不是 怎麼證明 這是我孩子 搞不然是跟別人有的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結婚 只是同居嘛 對不對 他說 這個不是我的孩子 在華外搞了六年 告來告去 最後沒辦法 華外就判定 DNA鑑定 結果鑑定 是他的走 所以他不能再否認 對不對 所以他認 所以他開始付讚揚會 可是就是心不甘情不願 因為他剛開始起步 孩子算了會蠻貴的 後來他的 這個太太 他後來就跟別的女兒好了 他跟這個就離開了 這個女兒然後得了Depression 很厲害 所以這個女兒就 貴爸爸這邊 媽媽不如照顧他的 就貴爸爸這邊 那這個爸爸另外有太太 然後另外有傷害 這個傷害是因為 他就對這個同屋異謀的姐姐 就態度很不好 所以這個大女兒就很辛苦 爸爸從來沒有跟他講 什麼好聽的話 爸爸開始賺大錢 然後開Prosher 那個跑車 他很喜歡車 稍微碰一下 他就換車 這個女兒開的好羨慕 就跟他說爸爸 你那個要換掉的車 可以不可以 就給我開 他說你吃得不好的 什麼都不會給你 就這樣跟女兒講 你不要想從我這裡拿到任何東西 所以這個女兒覺得 他那爸爸眼中是 眼中釘 是找麻煩的 是 一點都沒有感受到 爸爸把他等起 把他愛護 沒有 然後他爸爸快死了 他要去看 他到中學吧 好像有點胖 他爸爸說 你胖那個樣子 對 就這樣講他 那女兒就結實 到後來有一點 像他 阿龍在想 就是變得很瘦很瘦 可是爸爸也 沒有看到 快死的時候 然後得了疑障癌 他去照顧他爸爸 然後 他在到浴室裡面噴一點香水 結果一出來 他爸爸說 你噴那個什麼是香水 臭得了死 就是這樣跟他的女兒 所以 我看到這個 快死的時候 他跟他女兒說 我對不起 我對不起 我欠你太多 換句話講 這個人是賺的全世界 是世界首富之一 賺了很多錢 可是他就沒有辦法 跟他的 自己的女兒 建立一個親子關係 但是 我不知道 雅伯拉罕整個信心之父 他的這個 以撒的兒子 十幾歲 被他爸爸捆起來 猜一點殺死 後來 他跟他的這個以撒 有沒有辦法恢復 親子關係 聖經沒有講 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以撒 但他爸爸 就想到他男子 倒掉殺我 我會 我 我會毛紅的 對不對 雖然後來沒有殺 但是 曾經 有過這樣 所以 當我決定要去恆春的時候 我內心也有一點這樣的 增長 我可以犧牲我的前途 台大的前途 我能不能犧牲我的孩子的前途 我去恆春 犧牲的不只是我的前途 包括我孩子的前途 這樣算不算殺了孩子 所以我想要表達的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在當父母當中 跟孩子的互動當中 其實有很多矛盾 然後 我在恩尊當醫生的時候 我的老婆就哭著說 我三個兒子老爸 我還活著 但是 孩子看不到我 我不是為了錢 我是為了貢獻 恩尊只有兩個醫生 你能怎麼樣 隔天值班 值班都不能回家 要看病房 要看急診 最後是早上七點去上班 到明天下午五點下班 都沒有睡覺 另外 所以一下班回到家裡 坐在沙灣就睡著 小朋友昨天看不到我 因為我值班 今天也看不到我 因為我在睡覺 他們吃完晚 後來工科做完洗澡完 孩子把他們 慢慢把他們送上床 明天要上學 我才睡了一下子 才醒來吃我的晚餐 所以 他一直跑對不對 他一直跑對不對 對 那我一直也讓他回家 對啊 沒有關係 比少女時候三十歲了 三十歲還是十幾歲 我們其實不知道 我開一個 開一個 三十歲 也許是 但是其實聖經 我們要必須這樣講 聖經 沒有 清楚講的 我們都是一種解釋 我們跟前後的 但是至少我覺得 他不是小孩 因為他已經可以悲慘了 所以我是假設 他應該至少 年輕人 三十歲 當然有可能 但是 未然到修 我們不知道 也不是說錯 因為聖經沒有講到幾歲 再回去 好 這個應該可以 其實我今天 在聖經的時候 沒有講一下就是說 我其實也不是很好的父親 這個很矛盾 其實我講完 就有醫生來問我 不然你是怎麼做得對的 你在醫院當醫生 你就是要值班嗎 對不對 那這種現實的環境 可是我自己的感覺是 當時我並沒有把 花時間陪小朋友看得那麼重要 你知道嗎 我會覺得我老婆沒有上班 孩子有他十股 你知道我那種感覺嗎 孩子是太太狗 先是要好好打拼 賺錢 讓孩子帶來 有好的經濟 但你們這樣沒什麼不對 就是這樣 一直到最近 讀了那些幸福學的研究 因為我大學 從甘愛裡面大學的時候 1938年 研究到現在還在研究 就是到底一個人一生 最幸福的是什麼 他們的結論就是 親子關係 所以我會把這一點跟你們講 就是說 再怎麼樣 不要犧牲親子關係 花點時間 看起來小朋友自己沒什麼大 沒有什麼重要大事 可是對小朋友來講是 天大地大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的愛多大 對 就是你要花時間 不要講說 我跟他的時間是 什麼quality time 對 那你的孩子成為富二代 對 就是那個 那個quality time 不能用quality time 來取代 不可 這個是 跟你們一點分享 就是 我是講到這個 亞伯拉罕跟以撒的關係 到底 以撒這一生 在聖靈教肯就是 沒大又怕 你說對 他不管到什麼地方 看到什麼問題 他就是做做做做做 看不到 不像雅各 他的生命很 當然很多位也很豐富 以撒好像 我們叫華善可成 他也沒有人家什麼 會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們可以去想 因為聖經這個地方塞了 好 那 我們講 這樣的亞伯拉罕 他跟他的老婆其實有一點問題 他跟孩子有一點問題 這樣的人 神居然說他是信心之父 他不完美 可是他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們來回想一下這三種祝福 第一種教授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大國把它解釋做影響力範圍 影響力範圍 上一次我提到 中國想要做大國 所以他把土壘都拿去 在南海填土 因為一旦南海被大家公認是他的話 他的影響力範圍 就到黑地邊 到印尼的海邊去 這個就是四力範圍 四力範圍 如果說你是開公司 你的公司有八千個員工 跟八個員工 很清楚的 八千個員工的老闆的影響力 比八個員工的大 這樣講對嗎 對不對 你的決定 像那個郭台銘 他的一個決定 他下來的員工多少 這是當老闆的那個責任 那所有當企業都希望我的公司 越做越大對不對 這個就是神給亞伯拉罕講的 就是我讓你的影響力大 但是他是用什麼來影響 這個 我把它解釋 這是我的解釋 我不用政治解釋 我用社會關係來解釋 就是神說我讓你影響 你知道亞伯拉罕影響多少 影響所有的基督徒 當然對吧 因為他是信心之父 他不只是影響猶太人 他影響全世界 所以說我們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都受亞伯拉罕的影響 他真的是滿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宗教 顯然是基督教 回教快要趕上來 還沒有 還沒有 好 伊斯蘭教對 那 他的影響力 亞伯拉罕的影響力 是一種默化熏陶 他用他生活的模樣來影響別人 而不是用他的拳頭 來讓別人跟他一樣 這個很厲害 所以 我就提到這個 你怎麼影響你的孩子 是用拳頭 還是用榜樣來影響 叫你的名為大 讓人尊重 大名不是名片定的東西 人家從心裡面都可以兩站 所以我認為神跟亞伯拉罕說 我讓你影響力大 是因為你被人家尊重 所以這個 你的國無為大 你的為大是有關係的 影響力的範圍 是用被尊重的方法來達到影響力 我可以舉一些例子 像媽哥特瑞莎 像甘地 像慈濟 就是屬於這種 這一類人 他的影響力很大 影響很多人 可是他並沒有用他的子彈 用他的飛彈 用他的金彈 來影響別人 他是用他的榜樣 用他的作人 甘地影響 馬丁路德的金人 影響多少 他除了讓印度可以從英國的東印度公司 不是獨立起來以外 不再種鴉片 不再賣鴉片 他還讓美國的黑人 成為人 媽特瑞莎影響全世界的這個 安寧遼戶 你知道影響多少人 不得了 這個很清楚 就是一個人 講這個已經 成為他的為人 讓大家從心裡面佩護以後 他就影響快大 影響快大 死了還影響 這個才厲害 不是活著影響 已經死了 他的這個 要不亂死很久了 到現在還很多人 學到的榜樣 就是信靠神 然後成為基督徒 都是要不亂的後裔 所以這個是很厲害 他是用默化心腸 用敏為大 來達到國為大的這個目的 所以這個是真力影響力的來源 是贏得稱好 就是被尊敬 被尊敬 被尊敬 一旦被尊敬 人家就會學你的樣子 你給的不是一個樣子 一個榜樣 一個榜樣 這個叫做Source of Inference 第一個是Sphere of Inference 你影響的範圍 第二個是你影響的管道 好 那這個管道呢 因為是名為大 所以是Power of Inference 用這句話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的牧師就是River 用了這個字 所以一個牧師 他必須要是被他的會 從其裡面尊重的牧師 他才可以真正的當牧師 會有要看過書做榜樣 你知道嗎 但是牧師有榜樣 不代表牧師沒有缺點 像老婆那是榜樣 他有缺點 你知道嗎 可是至少他能夠 人家尊敬你 人家一旦看不起你 你沒有了 你不可能牧會 你也只會當老闆 但是你不可能當牧師 人家從心裡面尊重你 你知道嗎 就受影響 所以我這身受影響 就是受榜樣醫師的影響 可是我從來沒有在他下面 做他的員工 我從來沒有 就是他做人 給我對身來就是感動 我現在做很多事情 其實就是學他的樣子 我剛才會說 我怕他們在這裡 其實是我想要回饋 榜樣醫師對藏雞 就是這樣 你看 張基選了新的會長 就是醫師團聚 今天因為本來載我的 不能載我 他老婆要我們扯 所以就說不方便 所以就那種到現在都不好意思 讓你自己想辦法 來 來齁 那後來那個新的會長說 唉唷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怎麼長去 該給你這麼久錢 我這樣做 不好意思 沒有啊 我來張基就不是為了 你給我多少錢 我坦白講 這一生就是受藍醫師的影響 所以 藍醫師最在意的就是張基 你知道那個愛屋雞屋嗎 所以說我很想回饋藍醫師 可是我沒有機會 但是我如果能夠 幫助一天天再張目擊 服侍的醫師 我覺得就好像回報藍醫師一樣 這是我的想法 剛好張基醫師團聚也邀請我 所以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我是很快樂來 我不在意 你沒辦法錢我也來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那個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是可以跟這些醫生做朋友 如果我可以影響幾個醫生 變成像藍醫師這樣 所以如果我有成功的話 藍醫師的影響力 藉著我就影響更多在彰化的醫生 那就會影響很多病人還有醫學生 知道嗎 現在張基有接受很多醫學生 那這樣的話 藍醫師就變成一個果為大 因為他的名在我的心目中是大 我尊敬他 所以我本來想做Neurologist 因為他是Neurologist 你學 你習慣一個人就會想學他的樣子 這個就是我解釋 雅羅拉安這個祝福 所以很清楚的 他的祝福不是他得到什麼 而是他讓別人得到什麼 這樣講對嗎 得到什麼 得到一個榜樣 可以學習的榜樣 所以在這裡祝福不是擁有 祝福是分享不是嗎 因為你活成一個樣子 人家羡慕 人家就學人 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解釋那個果為大 敏為大 就是這樣 所以你是用你的敏為大 來達到果為大 這個叫Power of Rebellion 這個是最好的Power 最好的力量 那我給你們看這個 這是我在福德讀書的時候 我的老師告訴我的 一個人要影響另外一個人 有八個力量 你可以玩這個遊戲 那第一個力量叫強制力 強制力就是 我叫你做這些事 你不做 我就處罰你 這個叫強制力 Coerth 最代表性就是滾桃路 你看過父親在教小孩嗎 不要這樣 你這樣 你爬來你打 這個就是強制力 小孩是誰說不聽 一開始沒有把他打 對 說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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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釘下去釘下去 這個是有效 而且很有效 現在 中國 對台灣 也是一樣 你不要統一 你們把自己打 對 有沒有 很清楚講了 現在他就在打 新疆嗎 我們看在聯理 他在打香港 對不對 你不乖 我就把你打 那這個力量很有效 大家會怕 所以這個強制力有效 但是呢 建立不了關係 跟小孩走大 小孩很乖 都一看你走走 這樣說對嗎 不只顧你打到 所以就保持 距離一側安全 那這個變成是 你有才能打 他就聽你的 你沒有才能打 他就不鳥 這樣講對嗎 這個就是 用強制力的護照 第一個關係變成 輸 不親 第二個 你什麼時候有power 什麼時候聽你的 什麼時候沒有power 但是不轉眼 所以我常常說 小孩子會唱一首歌 所以要我長大 所以要我長大 你看看那個 小孩已經十幾歲 在外面還要打 結果打一個 小孩打人 在外面 在外面練過 你看看 那種情況也有了 有的不敢打 打 打 走給你 有嗎 走給你 走給你 因為走給你 你如果是 走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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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嘴 會回手 會不會 會啊 在那個時候 你就知道 你再打不下去 因為你打一個 他會打兩個回來 為什麼孩子會打 因為他發現 那種對護 別人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打 因為爸爸從小就教他 打 就能夠達到目的 這是用強制力 最糟糕的後果 被打大的孩子 將來結婚 就打老婆 打小孩 因為 他發現這個方法很有效 他小時候 就是被爸爸打大的 所以他就用這個方法 繼續下去 所以以後他的婚姻也不會信我 他的親子關係也不會好 都是你把他打成這個樣子 所以強制力不是不能用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 他的後座力很大 要知道他的感染力也很大 要知道他對親密關係的破壞力也很大 所以要小心用 要小心用 我不是說他不能用 但是要小心用 只用強制力 效果一定不好 所以有人就說不能這樣子 一下子強制 一下要 就是要有白痴嗎 要有黑臉 你知道嗎 沒有都黑臉 好 那就說我們給他吃糖果 這個可以吧 就是獎賞力 這個就比較好的 就是說 你做不好我不打你 你做好我就給你獎 這個到目前 所有教育心理學都教老師用這個方法 所以你很少看見 教育心理學說 孩子不乖就打他 因為這個打就會被舉報 然後現在如果 我父親打小孩 如果打到五孫 你還是會 會爆那個社會局 你都會出問題 所以現在 打也必須要想辦法 讓人家看不出來 因為我看到的人 有很多都把孩子打死了有沒有 這件報紙還登出來 所以這個強制力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那獎賞力呢 就比較沒有護作用 那獎賞力當然很好 小朋友很高興啊 因為吃到糖果也吃到甜頭 那問題就是說獎賞力呢 變成小孩子做好 他的目的不是好 他的目的是躺 這是他的護作用 他是為了躺來做好 所以呢 這個你有他的有限性 有他的有限性 再來我們講全會力 全會力就是現在政治遊戲玩的最多的 為什麼這個寒流會那麼厲害 因為他只要選舉選上 那高雄就是他的 高雄市長對不對 很多權力就在那裡 跟這個人好富豪沒有關係 他只要當上那個位置 就有那個位置給他的那些權力 這個叫做位置力 位置力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位置力沒有其他的力量來配合的話 有時候會被架空 人家在你面前聽你的 在背後這條不關你 或是背後這體質 所以位置力有可能變成一個假象 但是他是 他至少也沒有打也沒有用糖果 他就說我就是院長 這是我說的 收了算對不對 因為那是院長嘛 很多父母說我就是老爸 你知道嗎 一家之主 我是爸爸我收了算 用的就是位置力 這個就是position power 這個也可以用 但是呢 有時候就是會變成表面的 因為他沒有從心裡面尊敬你嘛 所以你不在那個位置就沒有了 哪一天選總統 小英不是總統 他就不是了 他同樣一個人就是已經 失去權嘛 所以政治都是講權 就是這個位置力 就是這個位置力 那一天選總統 再來就是尊敬力 這個就是我說的是最棒的 所有的力量當中 這個戶裝最小 這個影響最深 而且這個可以傳帶的影響下去 因為他留下的是一個榜樣 是一個榜樣 不是拳頭 不是糖果 不是位置 是一個讓人家尊敬的羨慕的榜樣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最好的 以下是其他的力量 第一個 再來一個就是專業力 專業力 profession profession很大玩 profession的動詞叫profess profess就是宣告 比如說 我如果做精神科的教授 psychiatry professor 我用我全部的力量 要研究精神科 我可能跟世界宣告說 我認為精神科很重要 所以我在所有醫學當中 我選擇精神科 你這樣有意思嗎 所以我把這個當中 我一生要做的事情 代表我是一個宣告 像大家 我沒有這個profession 這是一個宣告我的價值體系 在醫學當中 精神科是最重要的 我做這樣的宣告 我不是用嘴巴講 我是用我的生命來講 這句話 這個叫profession 這個專業力很厲害 專業力就是說 他因為宣告這樣子 所以他一直做 做的變成是全世界他做的最好 每一次你要一旦生病 你都會說 這間不會 你開這個都開什麼好 對不對 對不對 比如說前列線腫瘤 很多密尿鍋都會開嗎 但是你有腫瘤 你會隨便給那個密尿鍋開嗎 不會吧 你在問什麼 就要問那個專業你知道嗎 他開過幾個刀 他開得有副作用 開得好嗎 那個就是他的profession 我跟你說 只要念過醫學院的 都念過這些東西 可是他必須要有機會 看到一個老生敢做 然後他要有辦法 然後他才有辦法在 這種密尿科醫生當中 才能夠傑出 懂嗎 然後很多病人讓他開 他開得多 以後他就比別人更好開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專業 是從他的認真 加上他的經驗 Case越多就越會 因為那個BMI 台灣的醫生是比美國 多很老的 不是台灣老 因為台灣Case 坐在那裡 你知道嗎 美國我們就沒有這個Case了 你沒有Case 你如果發動 你不會專業 所以專業是經驗 加上你的知識 才會建立那個專業 專業很厲害 專業包括水電 你知道嗎 水電 欸 你別說他沒有藏在那裡 抓路 你知道嗎 抓路 抓路 你花多少錢 怎麼路 就是抓路 那他來這樣拼 不空 就不會抓路 你服了他 再多的錢 你給他 這就是profession 知道嗎 那其實我們有問題 我們都希望找比較專業的 就是這個意思 專業不是他知多少 他知道怎麼搞 我們叫做know how 懂嗎 不是know what 你書練了很多 你是你是博士對不對 但是問題給你 你做不好啊 你不會顧啊 那我顧的 不是地線的 那是那是 你知道嗎 有一點管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他知道這個刀開到哪裡 那個教科書不能講 講也講不清楚 對 他可以畫圖啊 可以影片給你看 可是到了開刀上面 看到病人的時候 他能夠知道這裡 這樣切下去 那這不可以切 那個就是他的專業 那頭不行 這個頭 好 這個專業力 那再來是資訊力 這個是我們到資訊的時代 這個就是知識的問題了 人找不到你找不到 那現在就谷歌忙 我們很大的忙 可是谷歌你要知道 谷歌的search 後面的商業力在哪裡 所以找到的東西 可能是給谷歌買廣告的 他們的東西會先給你 懂嗎 他們用這個賺錢 所以你要 你還會有谷歌 你還會評估 谷歌給你的結果 背後的那個那個 那個東西 或者你都帶著誰 你也不知道啊